近期随着气温不断升高 小龙虾集中上市 价格也随着走低 但是整体行情比去年要好很多 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到江苏蓄移的 小龙虾堂口去看一看 凌晨四点 天还未亮 虾贩们已经陆续来到堂口收虾 一番讨价还价 挑挑剪剪后 三块钱一斤的虾苗 一框框运上了车 虾贩们走后 小龙虾养殖户同乃广 继续去水塘里捞虾 现在是早上五点半 我手上这两只小龙虾 就是刚刚从堂口里捞出来的 像这一只大概是七钱重 这一只个头大一点 差不多是九钱重 它们都是属于七八九钱重的 大虾的规格 像大虾今年的价格 是比去年的价格要好很多 今年差不多是在 三十块钱一斤的堂口价 而去年同期差不多只有二十块钱一斤 小龙虾养殖户同乃广告诉记者 四年前它投入一百万元养殖小龙虾 现在基本收回成本 去年小龙虾价格低 不少养殖户亏损退出 今年的行情不错 小龙虾能卖得上下 它有三百多亩的养殖面积 预计能赚几十万元 今年行情稍微好一点 好一点每模 也就是大概在一千到一千五百块钱 一模的的话 也就是七十万块钱 三四十万四五十万块钱 一年一年一年只能赚这么多 六点钟又来了一批小龙虾收购商 养殖户同乃广近期一天 能卖出上千斤小龙虾 当前小龙虾价格 相比四月份亲民不少 主要得益于气温上升 五月份小龙虾大批量成熟上市 单种一两以上的炮头虾 糖口价在五十元左右 七八九前种的大虾 每斤在三十元左右 四五六前种的中虾 每斤二十元左右 二三四前种的小虾 每斤十元左右 四月份价格是要 现在要过到十十块 都要过到十十块钱一斤 现在就是二四月份价格有点傻花了 现在已经进入到五月份 龙虾现在大量上市 现在龙虾的产量 量大得不得了 我们现在的每天走量 都在五吨左右 有时候走到大概接近七吨左右 一天一万四五千斤吧 在江苏虚移 主流的养蝦模式是倒下轮作 早到收割完让蝦苗尽糖 倒茶可以留在田里返青 小龙虾成熟后 捞出清理完再接着种水稻 水稻和小龙虾轮作 水稻收入能覆盖土地租金 种子化肥等投入 小龙虾就是另外增加的收入 一抹地就是存在一千五左右 就是六十多毛田 大概将近三万块钱 倒下轮作技术好的 一年可以出来四茶 四茶平均每茶按照两百斤算 四茶就是八百斤 平均价格按照二十斤算 这产值就是一万六 成美水里算 你肯定赚大了 但是一般情况下比较常见的 大部分人都是一年两茶